百貨公司週年慶如火如荼的展開 明君接下來帶我們來透視 這個全世界可以說密度最高的彈丸之地 台北信義計畫區 0.5平方公里14間 現在紛紛交棒到百貨第二代 搶要上位當百貨之王 誰能勝出啊 好 想一下我上個禮拜 逛百貨週年慶的經驗 我觀察到 經典人雖然沒有往年這麼多 可是提代率變高了 然後在信義區裡面不只是逛街的人 什麼七家貸券的 一家大小都跑出來玩 我感覺就是信義計畫區 現在已經不只是一個購物的場域 而是一個全家大小一起來 可能就是打發時間啊 複合式娛樂的地方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張地圖好了 這張地圖就是 君安哥你剛剛講到了 0.5平方公里 就塞了這麼多的百貨公司 我們來算一算 這市政府在嘛 走出來 1 2 3 4 5 6 7 好幾喔 8 9 10 11 12 13 14 尖白貨 還有這一間喔 這一間是2020年會開幕 是 對 然後這一間是原百信義 原本傳出說原百信義要在10月底就要開幕 要跟這個信義區的10月的旧年慶檔期來一尬生死 可是傳出來這個原百信義 因為徐旭東董事長還不夠滿意 他認為他走進買場沒有那種WOW的感覺 所以可能會延宕到12月開幕 好 我們看看為什麼這14間百貨公司 要來搶這0.5平方公里的蛋丸之地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小小的 一年可以創造多少的產值跟商機 多少錢 告訴大家 是600億元 好 600億元大家都想搶 看一下這些百貨公司 今年大概可以做多少億元 台北101呢 這個週年期已經結束了 他們的檔期呢 是一年的這個年營額大概是達到150億元 新鋼三月在信義區有四個館 那是A8 A4 然後A9 A11 公認的百貨龍頭 沒錯 他們的業績是那邊是居貫的 是一年做到230億元 那維豐廣場在信義區也開了三家百貨公司 就是維豐信義 維豐松高跟維豐南山 月績是達到145億元 同一世代百貨也滿厲害的 有50億元 然後Bella Vita也做了50億元 溫水楚青蛙 從來沒有辦過週年慶 也可以做到50億元 再來就是大家很關注的 遠東百貨預定12月初交開幕 為什麼沒有數字 因為徐豐東非常非常的保密 這些百貨公司呢 目前得知的消息跟新聞 至少你知道連什麼電競柱都不知道 什麼品牌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是要來保持神秘感 要跟這些百貨公司來移叫高下 好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這個A13的遠東百貨 不是猛龍不過江 你要來插旗0.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 這個是一級戰區 那老大呢 老大要登一個實力 我們說到這個登實力 就要來看看最近正如火如荼的週年慶 誰是這裡的老大 當然我剛說了 星光三月啊 人家這麼多管在這個地方 你如何在新人要進出之前 要吃丘把這裡 好 丁屑原本之前市場一直傳出來 這個遠東新義百貨公司 要在10月來開幕 要跟這些百貨公司一較高下 我們知道10月是什麼重要的日期 就是每年週年慶的最大的檔期 幾乎全台灣的百貨公司 從9月底10月到11月 這三個月的時間 就是週年慶的一級拼搏的時刻 但是遠百很奇怪 他居然10月沒有開幕 可能會延到12月初 不過這些其他的鄰居們 老大哥們早就做好了這個 作戰的準備了 包含了像統一時代 他們的這個週年慶檔期 在10月2號到10月27號 維期長到一個月 我記得以前過去週年慶 大概都兩週 現在都把戰線給拉長 微風百貨也是大概拉長 一個月的時間 10月17號到11月11 新天地上個週末開跑了 從10月17號到11月11號 所以明君這像什麼 這像不像鳞魚效應 鳞魚已經出現了 就是遠百啊 遠百還沒有正式開張 但是在這個水缸裡的 其他百貨公司 大家已經急急備戰了 醒了 沒錯 其實這個遠百 在還沒開幕之前 消息非常少 徐居東對於這個 遠百的祕密武器 幾乎可以說是保密到家 所以其他百貨公司都很緊張 除了週年慶人 連在一起 在搭團體作戰 今年包含了這個星光3月 跟微風廣場 也都祭出了很多的新的手段 要來刺激這個業績 我們看一下星光3月好了 星光3月新一新天地 他們預估今年的目標 在第一天都達標 首日就做到了十億元 這個達標率是達到百分之一百點二 等於就是說吳信陽 他開出的這個第一戰 就已經成功了 那今年週年慶 新光3月打出了三神來作證 什麼叫三神 就是女神 潮神跟戰神 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女神 女神很好想像 就這個畫面 化妝品 化妝品直接全部打九折 所以女孩子喜歡的東西 化妝品的業績就很好 至於潮神是什麼 就講到媽媽們的這個心砍 今年星光3月他們走了這個 就是滿額裡 就是送了一個角落小夥伴 你知道很多媽媽看到說 哇 地方媽媽暴動了 因為這樣的一個滿額裡 是很多孩子喜歡的 所以這一招又奏效 第三個三神就是戰神 戰神就是所謂他們的家電 家電呢 據說星光3月第一天 第一個小時喔 吸塵器賣出150台 空氣晶機賣出150台 還有氣炸鍋 你知道現在很流行減糖嘛 想吃油炸的 可是又不想吃油 對 氣炸鍋賣出100台 所以達到他們業績 有10億元 第一天就達標 可是預估這整個檔期 希望要做到56億元 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維豐怎麼出招呢 同一天耶 難怪上禮拜那個信義區 整個大爆 塞車 那維豐廣場呢 也是第一次的三館聯手 因為新開了維豐南山 他們主打貴公子經濟 因為我們知道 進去維豐廣場 它東西都很高檔精品 我們會想說誰會買 買的人可多了 據說第一天就有15位的千萬刷手 然後還有一筆單是刷了1億 就在光維豐廣場這個地方 所以貴公子品牌 對維豐廣場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戶 你這個就讓我想到的 像Bella Vita 他們沒有在充量的 不跟你搞什麼買簽送擺 不需要 他只要在他們的Lunch Bar 弄了一個所謂的貴婦的VIP室 進去每一個都是閃鈴殺手 沒錯 可能Bella Vita走貴婦 那種維豐廣場 我們就走貴公子經濟 所以包含了金品 珠寶 超市餐飲等等 預估手機就合工 有達到5億元之多 所以這兩家百貨公司賣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原版不用太悲觀 應該要覺得很高興 但我們整個信義區 就整個商圈在百貨公司這樣 群聚之上是可以活絡起來的 帶動國內的需求是一直往上 好 但是今年 每一年都要來站個好幾回 今年的週年慶特別不一樣 為什麼 紛紛你看到幾家的 所謂的百貨大萬業者 都開始交棒了 交棒給所謂的第二代 第二代要爭上位 誰能夠登上百貨之王 這就真正拚生了 到底鹿死誰手 這很奇妙 你看百貨公司這麼女孩子性的東西 居然是三個帥哥來主導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這個星光三月 星光三月的總經理吳興陽 他其實是七月份 他才正式上任總經理 那他一直有一個 這個百貨點子王的外號 最大的佔據是2000年 我們講一下這個故事 他2000年之前 他1999年到台中開星光三月 在1999年的時候 台灣發生一件事情 中台灣921大地震 好 那個時候 我隔年就要開百貨了 卻發生921大地震 當時廠商20%以上全部都退掉 因為景氣不好 台中那麼嚴重的地震 誰敢在百貨公司設櫃 不過吳興陽 他為了要留住這些企業 他在台中的宿舍 就住了四年的時間 然後跟當地的廠商保乾淨 然後在當時 台中最有名百貨是中油百貨 跟SOGO百貨 兩家都開在最熱鬧的地區 不過有去過星光三月 台中店的人就知道 他開在哪裡 七奇重化區 某人 草長比人還高 開之前大家就笑他 不過的確被吳興陽 給做出成績來 在台中星光三月 就讓他搶下了攤頭寶 第一年就做到80億元 你要知道 星光三月的中港店 那個並不一樣給我 他真的是單店王 而且他現在要再開二店 非常厲害 好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他上任之後 他為星光三月做了一些改變 你知道我們百貨現在很難賺 一年的成長可能只有1%到2% 不過星光三月去年居然可以做到 今年前1到8月就已經成長4.5% 他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是他打破了百貨 專櫃於品牌的邏輯 想一想 江哥你去過A11 A11就是微秀對面那一棟 一樓是什麼 我記得是Tesla賣車對不對 對 怎麼換人把一樓 這麼貴的化妝品 平像這麼高的地方擺Tesla 可是他就這麼做 他覺得他應該要把這個品牌 邏輯打破 讓過去不在百貨公司看到的品牌 也可以在這邊看到 另外他最新是10月份 他引進了一個夜店的拳擊 就是你可以在百貨公司裡面 打夜店的拳擊 他認為說百貨公司 不能像傳統的百貨公司 除了在這個品牌改變之外 他在樓層上面也做了一些變化 剛剛講的Tesla把他搬到一樓去 然後可能餐廳也可能擺到一些 每一層樓都有一些不同的鋪排 另外他在找人方面也做了一些功夫 據說他找了一個電視製作人 是他的小學同學 找他來做什麼 幫百貨公司說故事 他認為百貨公司沒有人位 他希望多一點點故事心在裡面 跟人有一些互動 有點像日本人的邏輯這樣子 然後他還開了他們自製 還有什麼好物圈粉中的影片 來介紹百貨的一些熱賣的商品 另外還找了侯志堅 過去那個東方快車侯志堅 重新製作了全台新旺 現在所有的背景音樂 只要你找到哪個區域 你就知道說 現在可能是什麼區域 可能是小孩子的區域 或女孩子的區域或男裝 你都分辨得出來 有貴姐就說 有客人特地跑去 你們這音樂是哪裡來的 你們跟以前不一樣 好好聽喔 我一來聽到這音樂 我就知道我來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就是驚人新氣象 吳信陽上任之後 把星光三月百貨 有一個renew的全新的氣象了 再來看到我們這個 星光三月後有追兵 就是微風集團 微風集團五年之內 在信義區開了三家百貨公司 他們的野心非常大 其實微風集團 你可以說他很賺錢 不一定 一次開十家 但是因為他們不是上市公司 所以股東同意說 好 我們現在就大的目標一致 我們先搶市戰 再談獲利 這樣的一個目標 也獲得了整個高層的同意 所以他們就是很積極的 在全台灣攻城的略地 那廖正漢比較厲害的兩點 第一個是 女性經濟 她用孫芸芸 她用廖小喬 辦了這個風管的 VIP 微風之夜 成功 等於說是百貨公司的創舉 她把百貨公司封起來 VIP就在裡面買 就業績還特別好 另外一個就是 她切入了軌道經濟 人家說 玩家變頭家 廖正漢就是一個最好的舉證 那叫最新的這位貴公子 很帥 混血兒 他就是徐旭東的兒子 他叫做徐國安 他的背景也很神秘 據我所知 他有在部隊服役過 還到伊拉克打過仗 後來他回到台灣之後 就被爸爸沿染到 百貨公司裡面 當一個創新長 這次他的大作就是 A13的信義元百店 我們知道5月份的時候 就是蘋果在信義元百開了一個旗艦店 很好奇我們過去旗艦店 可能都開在建築物裡面 可是這個蘋果旗艦店 就是開在這個信義元百的外面 是一個獨立的建築 而且只有一層樓 據說當時引進這個蘋果旗艦店 還有蘋果旗艦店開設的想法 就是徐國安他所提出來的 另外傳出來就是這個 信義元百裡面 他們也做了很大的變革 像是他們讓出美妝的一樓做什麼 給鼎泰峰做外帶店 其實鼎泰峰就是原擺的 你知道金姬姆 每次去SOCO排隊排一兩個小時 可是他們這次做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他們覺得信義區的觀光客很多 他把這個美妝一樓 就品效最好的 然後最貴的地方門面 讓出一部分給鼎泰峰做外帶店 希望讓觀光客你可以來這邊吃 還有另外就是威秀 他們打造一個高檔的威秀影城 據說一張票要500塊錢 打出差異化 希望能夠在信義區的這個百闊大戰當中 也可以躲下一片江山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正在狂打的周年慶 對 恐怕只是一個起手勢而已 因為周年慶過後 那是更長的 每一年每一年時間到了 就要來打一仗的 那是長久戰 那是難久戰 有充足的 信義周年慶 博星 應敬 我 保佛 勾 可 윽